10月8日晚 黄小明和安德拉贝比的婚礼 在上海战狼馆举办 在这个对贝比有着特殊含义的日子里 黄小明用全部的爱 送给了贝比一场梦幻般的婚礼 在婚礼现场 教主更是对爱妻深情表白 其实我今天真的好紧张 我得说我的贝比 你完蛋了 接下来的日子你等着吧 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这么好过 除了我妈 我只想把全世界最好的捧在你面前 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即使七老八十走不动了 你还是我的小公主 你老说我把你宠坏了怎么办 那就宠坏了好了 教主是真的要把贝比宠上天了 有没有被小明的肺腑之眼 感动到热泪容眶吗 而贝比也给了教主爱的回应 她说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很想很想跟你说 人生路上我会一直默默支持你 不管你累了 还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 为你建立一个家庭 让你有个非常圆满的人生 你就是我的梦想 希望到老之后你会跟我说 找我是正确的快乐的 婚礼现场 贝比穿着纯白婚纱 与绅士的黄晓明 现场交换戒指 请到身处 现场拥吻 据在场人士爆料 黄晓明与贝比 均落下了幸福的眼泪 10月8日晚 黄晓明和安德勒贝比的婚礼 在上海展览馆举巴 在这个对贝比 有着特殊含义的日子里 黄晓明用全部的爱 送给了贝比 一场梦幻般的婚礼 在婚礼现场 教主更是对爱妻深情表白 其实我今天真的好紧张 我得说我的贝比 你完蛋了 接下来的日子 你等着吧 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 这么好过 除了我妈 我只想把全世界 最好的捧在你面前 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即使七老八十走不动了 你还是我的小公主 你老说我把你宠坏了 怎么办 那就宠坏了好了 教主是真的要把贝比 宠上天了 有没有被想念的肺腑之眼 感动到热泪容眶吗 而贝比也给了教主爱的回应 他说 讲了很久 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很想很想跟你说 人生路 我会一直默默支持你 不管你累了 还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 陪伴你 为你建立一个家庭 让你有个非常圆满的人生 你就是我的梦想 希望到老之后 你会跟我说 找我是正确的 快乐的 婚礼现场 贝比穿着纯白婚纱 与绅士的黄晓明 现场交换戒指 请到身处 现场拥吻 据在场人士爆料 黄晓明与贝比 均落下了幸福的眼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